再来看国内娱乐焦点 国片《失魂》即将上映 而电影中的男主角张孝泉 今天出席电影宣传活动时 现场发送鸡血糕 给参加首映的影迷们吃 让他们相当开心 而张孝泉在这部电影当中 首度挑战演出《杀人犯》 表情冷漠又阴沉 跟以往的戏路完全不同 也让影迷们非常期待 身穿红色格子衬衫 搭上牛仔裤 张孝泉以轻便的服装出席 新片《失魂》的宣传活动 现场张孝泉还发送仿效 电影人血制成的鸡血糕 发送给粉丝 让粉丝们相当开心 感觉应该很好 很可怕 而且是张孝泉给我 这到底怎么会是 他想害我 他是你姐姐 电影中的张孝泉 与刚刚后的台北电影奖 影帝的王宇 饰演父子 两人有精彩的对手戏 而张孝泉也化身为一名 心机难测的失魂男子 冷漠又陌生的表现 再加上不断发生的命案 让整部电影更增添悬疑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看这身体空着 我就住进来 挑战失魂这部惊悚片的张孝泉 也唱谈拍电影时的心得 虽然是惊悚 但是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整个现场 然后整个气氛 其实是非常欢乐的 所以就是跟片子 还蛮成对比的 张孝泉以电影 男朋友女朋友一片 入围金马最佳男主角 细腻的演技和桃鞋外形 一直都是许多导演 想要合作的男明星 这次演出失魂 再度挑战金马 精湛的演技 也让粉丝们相当期待 有点TV 蔡中如台北报道